報告局長 這是龍山一號兩份檢體 PCR檢測報告通通都呈陽性 我建議我們應該要更謹慎地處理這個案例 龍山一號在博愛醫院的時候就已經發病 期間離開醫院回到遊民群聚場所 我是建議把所有曾經接觸過患者的人 通通隔離採檢 不行不行不行 這樣子全世界都會知道是我們家先出的社區感染 是我們的市醫收了確診病患卻沒有發現 是我們台北市防疫失敗 這樣子會把我們之前所有的努力通通化成碎片 這個責任你扛得起嗎 好 就算龍山一號真的確診了 你怎麼知道他的發病時間呢 你要先推算時間去匡列所有的接觸者 不說醫院 一個遊民會接觸多少人你查得出來嗎 請問你要怎麼匡列隔離 怎麼隔離篩檢啊 好 就算你找到這些接觸者 這些接觸者再接觸的人呢 你要全面隔離嗎 你哪來那麼多人力做這麼大規模疫調啊 報告局長 我還是建議我們現階段 可以狂列多少人就先隔離 這樣多多少少可以降低一點風險 羅科長你是在教我怎麼做嗎 局長 對不起 我只是覺得我們真的要謹慎一點對待這件事情 不能讓代言者在外面到處傳播 你在亂說什麼代言者啊 我們的衛生署長在記者會上掛保證 送我們台灣三菱 衛生署長都不緊 理急著 我們只是地方政府 中央怎麼說我們怎麼做 可是局長 我們是一直口口聲聲說要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是用在可以加分的地方 不是用在扣分的地方 你聽清楚 這一個案例 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們什麼都不做 你們什麼事嗎 什麼時候是可以這樣越級做事的 你們不愛的醫生都不把長官放在眼裡啊 報告局長 醫師向上通報是最基本的責任和義務 我有說不要通報嗎 腦子呢 這麼重要的事情不需要跟長官先討論嗎 他在急什麼 急著邀功啊 他不是這樣的人 那他是什麼人 聽說他是你的未婚妻 他難道不知道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他這樣直接通報 等於是讓我們這些他的長官 措手不及耶 報告局長 我的未婚妻 中央一直在等著看市府的笑話 唐榮康 你一個小小的博愛醫院 竟然扯市府的後腿 我告訴你 你最好在中央插手之前 自己擺平這件事情 你丟得起這個臉 市府丟不起 市長更丟不起 那 請問是要怎麼擺平 有魄力一點 先把急診關了 關急診 我們博愛市區醫院 我擔心 這樣子會 關急診是大事 報告局長 現在感染源還不明確 我們這樣做會引起更大的恐慌 你覺得關急診是不是大事 我一個搞公衛的會不知道嗎 院內感染本來是一個 可以自己解決的小事 現在被你們搞得這樣雞飛狗跳 以後博愛的事情不用你們管了 謝謝 市開 你可不能不管博愛 而且玉妹還在裡面 現在最重要的是 要趕快了解感染源 是從哪裡傳播出來的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事情 市長請說 你應該還記得我們為了評鑑 防疫物資挪了一下 如果這次疫情沒辦法控制 我們醫院就糟了 我知道 我來想辦法 那麻煩你 好 秀熊 什麼事 陳局長 你好 院長 局長 請坐 局長 不好意思 我們院長正從衛生局 趕回來的路上 那我們是不是先開會 你們打算怎麼做 抱歉 局長 讓您久等 對 我知道你剛剛在市政府 市府打算怎麼做 許局長是希望我們 先降載 怎麼降 立刻關閉急診室 明天開始 停止所有非預約的門診 報告市長 局長 局長已經把封院的決定 通報衛生署 剛剛接到通知 要市府到行政院跟院長 報告處理措施 在這個時候 中央又要插手嗎 既然中央要插手 那我們就把這個封院決策 拿中央一起進來 這樣很好啊 如果順利 那功勞還是我們 如果沒辦法收拾 我們可以說是 中央的決策 那許局長 就麻煩你跟副市長 一起去一趟 記得 吳處長所說的原則 知道 好 吳處長 你怎麼看 報告市長 你有全台北市 263萬市民做後盾 您心心念念的 都是全體市民的安全 萬一沒有做好 那肯定是中央的自走 何況您一向是充分授權 到時候 該負責的人 就負責 告訴你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也不然 你怎麼看 都被困難